小提琴家林秉任 弓弦上手 精湛的演出博得整场目光 最近他和国家交响乐团合作 在NSO开计音乐会上 演绎三部柴克·富斯基的经典作品 像这一次这样 担任这么大规模乐团的 开计音乐会的吐奏家 还是我生涯中的弟子 所以我真的悲感荣幸 很感谢NSO的执行长跟Maisco的赏识 在这个疫情下 我从去年过去一年半以来 国外的演出全部都被取消 虽然这个非常可惜 但是它也让我刚好能够在台湾 有更多的机会 对我来说是一个磨练演示挑战 我也刚好趁着这个时间 跟台湾的听众乐迷朋友们 培养了更深厚的感情 这次非常荣幸 就是在疫情期间 台湾其实在五月开始 受到比较多的不同的疫情的影响 但是表演艺术活动 依然可以如期的就是开计 我们觉得就是非常的感恩 那这次的开机音乐会是由我们的艺术顾问 那艺术顾问它即将在明年的1月1号 也成为我们的音乐总监的第一个开机音乐会 那相信在三首台可富斯基很重要的作品里面 可以呈现乐团强健的演出的实力 还有我们的行人艺术顾问的领导才能 以及带来林品任独奏家 他是我们台湾非常优秀的小提行人才 那这样子丰富的节目 可以跟所有的乐迷朋友们一起分享 国家交响乐团艺术顾问 准马扣尔以法国音乐 柴可富斯基和不可能的爱 搭建出乐技整体结构 以管弦乐作品为主 发挥乐团魅力 盼在疫情时代持续推展艺术 记者温郡台北报导